為了發展台東地方特色休閒產業 佩蘭鄉出入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22日上午特別為了即將在3月25、26日兩天 位於出入牧場辦理的 乳香琵琶化媒傳新活動辦理事前記者會 這間貴賓也都到場共襄盛舉 剛剛去年佩蘭鄉遭遇到台東 我們用最快的速度 讓人的生活、道路都會有 但是農業並沒有辦法享受的樣子 它是要實踐農業發揮進去 那因為新年太高 讓我們的琵琶所有產業都健常 那非常盡興的就是 沒有因為這樣我們的品質受損 我們的品質還是一直維持在非常非常好的狀況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再繼續支持 非常強烈的農業 那我們的常務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它是我們106年度的勞工部的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執行單位 那透過我們這個方案呢 它就是要開過就業機會 協助我們民間團體呢 發展在地的產業 那在這個方案當中呢 透過我們人移費用的挹注 還有委員的諮詢輔導呢 希望能夠培養他們努力裡面的努力 那未來呢 各位在地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出入牧場呢 有牛奶 就是我們這邊出入地區呢 很多的琵琶 所以我們還有我們的梅子 所以我們有琵琶斑呢 梅子斑 所以我們這樣 把這次呢 做了這樣的整個一個行銷 到牧場來 讓民眾來這邊也可以體驗到說 我們的琵琶呢 怎麼吃琵琶呢 怎麼去做琵琶一些 一些的那個 DIY 怎麼做 我們現場呢 我們這2526呢 也會教大家 來做DIY 那因為我們這次呢 也辦了這個活動呢 只要來到出入牧場 只要下回五百塊呢 我們二十六號呢 我們也請林吳琪呢 來這邊花數秒 所以呢 我們要來這邊 來出入牧場呢 然後好康的 就在我們這個活動裡面 然後我們 在我們這個消費呢 只要消費呢 我們也可以摸彩 我們兩個小時呢 摸一次彩 我們就半天的 就半天的 我們就是會把它 半天會摸兩次啦 我們是這樣的一個 做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消費者也可以 台東姓名呢 只要呢 身份證呢 就可以免費 可以入場 歡迎全國遊客 3月25、26號 到出入牧場 參加2017琵琶梅子季活動 品嘗當地名餐與體驗DIY 東台灣宣物網記者 范耀玲台東財寶報導 入牆一把畫眉傳新 掌聲鼓勵